沈万岸 沈万岸 你这是做什么 太子懦弱无能 不堪为储君 而这一切 都是因为妾这个母亲 教导无方 恳请陛下 废除太子 也一并 废了妾吧 沈万岸 你非要逼朕吗 妾这一辈子 都是被人推着走的 许多事明知不同 可依旧随波逐流 当初 明知陛下已娶棋 可舅父要妾嫁 妾还是嫁了 后来 陛下要立妾为后 却明知道后卫上布满了荆棘 可妾 还是受封了 所以如今 你是后悔了 不止妾后悔 陛下就不曾后悔过吗 太子的性子 太子的性子 更像妾的父亲 本该像他一样 在山间住屋开远 住书历说 得名远扬 可他偏偏做了储君 就如同 坐在刀剑锋刃之上 每日寝食难安 若是他真不想为储君 朕也可以另请安排 可是深爱 你又何苦自请废后呢 岳恒并非皇后 立三皇子为储君 难以服众 所以恳请陛下 为了江山设计 废了妾吧 立岳恒为后 三皇子也能顺理成章 入住东宫了 深爱 朕是不会答应的 妾是个无能的母亲 没能将孩儿们教导好 陛下若要废除 必要安伤罪名 与其让太子担这个罪名 就让妾这个阿母 最后为太子做些事吧 只要妾被废除 太子 自然不必被臣子们挑错 就可安然降为皇子 恳请陛下 臣全切吧 可比起太子 神安这个皇后更无措处 怎能废除啊 就说妾姓怀怨对 有吕获之风吧 胡说八道 朕 就从来没有见过 如你这般宽宏之人哪 且没有胡说 这几十年来 每每看到陛下与怨恨在一起 嘻笑打闹 就犹如虫影更拾心口 且无时无刻不再忌妒怨恨 且受够了 每在后卫一日 便是被折磨一日 且非草木 也想有个两情相悦的夫君疼爱 看着陛下与怨恨 夫妻和睦 却却只能端装大度 可这身相悦 正对你 若陛下对妾 还有半点夫妻之情 就不要将妾绑在后卫上 折磨 我 妾 想做一回宣声案 而非宣皇后 请陛下成全 将妾 又进长秋宫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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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